你會覺得蔡總統對你有一點虧欠喔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 習慣就好了 市長兩岸一家親換 蔡總統在世大運以總統身分上台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讓你們覺得有點太委屈 沒有啦 這個其實要脫鉤 第一點 世大運既然在台灣辦 他有一定的規格 在對等跟尊嚴的原則 所以 為什麼後來我會在四個互相上面加一個互相諒解 在台灣辦我們有的困難 所以不可能蔡總統上去不能不叫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 稱號還是要有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在台灣辦有他一定的規格 其實當時也跟大陸方面都講過 不過我還想 後來他們就開閉幕也不來了 我看以後我們要辦也是很難 你犧牲了什麼讓你覺得委屈 沒有犧牲什麼 後來想一想 唉這個做了就做了 我倒覺得這樣啦 替國家做事沒有什麼委屈不委屈的 反正撐過去 扛過去就好了 但當時談判很辛苦 卻被切割 是不是讓你覺得心中會有一些 其實也不是切割 其實老實講 兩岸實在是蠻痛苦的 我相信其他城市辦這個世大運 都不用牽涉到這種談判 蔡總統就是要你委屈行事 沒有啦 我跟你講齁 這個其實 唉這個就是 怎麼講 就是從頭到尾我們要自己去應付 所以你會覺得蔡總統對你有一點虧欠喔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 很習慣就好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告訴你